你是不是跟苏萌姐又勾搭上了 你说话你什么叫勾搭上 我给提醒过你了 你喜欢你的人了 要下手了 俗话说 惹谁不能惹女生 尤其是一个曾经深爱你的女生 这不单纯小白花蔡小丽 因为苏萌和春明和好的事情 直接黑化成了黑心莲 由爱生恨就要报复他们 加上成建军不停的骨货 于是两人打算联合作妖给春明不痛快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孟小兴 蔡小丽直接仗着涛子喜欢自己 于是让她开了小兴 这不当春明和破烂猴去寄宪淘宝回来 一眼就看见闲在家的孟小兴 于是问她为啥没有去上班 谁知小兴说被春明好兄弟涛子给看了 春明虽然很惊讶 但是更多的是不相信 涛子要说把你开了呀 那肯定是 哎呦屁原因 就是那蔡小丽在背后捣的鬼 她以为我不知道呢 你给我老实交代啊 你是不是跟苏萌姐又勾搭上了 什么叫勾搭上 你甭管我怎么说话 我可提醒过你了 你喜欢你的人了 要下手了 春明一听这话很是猛 为了求证来到了饭馆 看着饭馆里热闹红火的模样也很是高兴 在服务员的提示下 在后处找到了蔡小丽 那个小信怎么得罪你啊 没得罪我 就是看见他 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 春明一听这话也就明白了 于是赶紧跟蔡小丽解释 而且将责任全部拦到自己的身上 但是黑化得了蔡小丽 怎么可能听她解释 这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了 春明见状也只能算了 连连赔罪找理由离开了 春明前脚刚离开 涛子后脚就进货回来了 涛子见小丽刚哭过的脸 十分关切地询问原因 还说是不是春明要找他算账 让春明走不行吗 什么意思 你发烧了吧你 那是咱们一个战壕里的铁哥们 小丽直说自己喜欢了春明好几年 春明打定了主意不要他 自己的喜欢无法得到回应 于是想要涛子让春明离开 自己不想再看见他 涛子听到这话很是为难 毕竟一边是自己的好哥们 一边是自己喜欢的人 于是不停地劝告小丽再好好想想 但是小丽是铁了心了让春明离开 面对小丽的要挟 涛子无计可施 毫无办法的他只能去找九门提督 提着两瓶好酒就来拜见了关大爷 当涛子把事情原委告知了九门提督 面对涛子的纠结挣扎 九门提督看得很开听完 就淡定地说了一句 你媳妇拽了 多简单的事 这么简单的事 你还来问我 我还以为你得到什么 紫金城的宝贝了 抬屁股走人吧 涛子一听不仅事情没有得到解决 自己没有得到安慰 于是就要把酒拿回去 那九门提督自然不愿意 就在两个人争抢酒的时候 春明走了进来 关老爷子就把事情告诉了春明 春明一听也就明白了 于是借着出去拿好酒的理由就 把涛子拉出了门外 还没等春明开口 涛子就说道 我已经讲好了 我还在这里 春明一听赶紧劝涛子 同时把跟苏蒙和好的事情 也告诉了涛子 涛子一听也就明白了 于是笑着同意了春明 退出茶坝楼的经营 然而春明如何卷土重来 咱们下回再闹 要心意对象 还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 哥你怎么选择 涛子就面对这样的艰难处境 见过彪悍的女生 没见过这么彪悍的女生 仅仅是被暗恋对象拒绝 就要踹掉身为合伙人的暗恋对象 而且还要让合伙人的好兄弟来操刀 真是杀鸡烟用牛刀 所以大伙做生意需谨慎 大家都知道春明 干了几年收破烂的工作 虽然已经顺利骑上了一脚踹 而且帮女朋友父亲 付了三万元手术费 但是长辞以往也不行 好不容易和小弟涛子和小丽 合伙开了饭馆 谁知小丽因爱生恨 踹掉了自己 但是苏蒙的父母看不上 没学历没体面工作的春明 所以春明为了能够和苏蒙 顺利在一起 决定去海南做生意 自己开一个贸易公司 虽然女朋友认为 还是找个体制内的工作箱 但是从不安于现状 待在舒适圈的春明 依然坚定选择了自己的梦想 女朋友苏蒙自然只好表示支持 春明凭借着自己本身对古董的了解 以及破烂猴的提携帮助 于是两人经常常一起下乡淘宝 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 储备了一定的资金 但是有了钱还需要得力帮手 破烂猴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趁着去寄宪收宝贝的机会 提一一起去海南做生意 南方正值改革开放 好挣钱 破烂猴一听十分感兴趣 但是一听要自己出差旅费 那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啊 春明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第二天破烂猴 主动找到了春明 直接说女儿同意这件事 这件事能行 并且还主动承担来回差旅费 春明一听这话很意外 看着一脸格意的破烂猴 春明真心为他们妇女关系暖和开心 现在春明军事也有了 接着就要暂停现在收破烂的工作 于是像一起工作了几年的马大姐说了这件事 她很清楚在请假迟早会被开除 所以不如直接主动申请停薪留职 对于春明的离开 马大姐十分不舍难过 春明从身上掏出一个存折 告诉马大姐里面有四百块钱 春明的善举让马大姐十分触动 春明就是这样的好人 不论走到哪 面对什么人 永远是一颗真诚善良的心 所以大家都十分喜欢她 她自己以后的路才会越走越宽阔 能够成为大名鼎鼎的千万富翁 然而坏小子成建军正好相反 这不当上工商局干部后 准备动用手里的权力开始收拾春明 而黑化的蔡小丽则当起了间谍 将春明海南获得发货地址 直接告诉了成建军 涛子正巧看到了这一幕 于是等到成建军走后询问起了小丽 面对支支吾吾做贼心虚的小丽 成建军起了疑心 但是就在晚上吃饭的时候 涛子好意提醒小丽 谁知小丽不仅不听 而且直接说春明干的事情 是投机倒把的事情 说春明海南做的事情是违法的 随即撂下碗筷走了 这让涛子突然想到了 早上成建军找蔡小丽的事情 涛子瞬间大胆不妙 立马就要通知春明 但是至于他是否能成功通知春明 春明能否化险为夷 这个我们下回再落 汪经理 如果汉春明是从广州发的货是给您的 您通知千万别发到疯在这 为什么呀 你甭问为什么赶紧照老说的做 因为春明和苏蒙和好了 所以小丽彻底黑化了 当起了成建军的间谍 是要搞垮春明的事业 涛子从和小丽的聊天中发现了端影 所以赶紧跑过来通知汪经理 因为涛子的急事通行 所以春明的货并没有走风台湛 事业是成功逃过了一劫 已经别涛子怀疑的小丽 立马给成建军打电话 告知他不要再去饭馆找他 谁知成建军洋洋得意地告诉小丽 说以后都不用去了 因为这一次就可以将春明一网打尽 赶尽杀绝 就在还要吹嘘一番的时候 同事过来让他去处长一趟有急事 到底以后成建军就傻眼了 胡闹 被处长劈头盖脸骂了一顿的成建军 十分郁闷地找到小丽询问情况 面对消息走漏的事情 小丽直言不是自己泄露的 成建军思来想也认为是春明换了岛 没有走风台 但是依旧不死心地他说 眼见成建军这不扳倒春明不罢休的模样 小丽却提出要退出他们的争斗 成建军一见这架势 立马就拦住小丽解释 虚伪地说自己只是为了气气春明 真不会讲他怎么样 不会害人害己 这么一番说辞成功让小丽松动了 成建军知道小丽家境不好 向来喜欢钱财 于是用自己机查科科长的身份说示 自从我当了这个机查科的科长之后 我发现了好多做生意的门道 所以说我们两个的合作有更大的空间 蔡小丽一听做生意瞬间来的兴趣 一见成建军那信誓旦旦的样 成建军立马把小丽带到了自己办公室详谈 小丽对于成建军说的工作门路有些担忧 觉着开公司风险有点大 但是成建军又拿出自己科长的身份说示 说公司老板顾虑他的身份不敢为难小丽 因此再次打消了小丽的顾虑 说吧 你想要多少 我不要 为什么呀 我要你 成建军 这是要干什么呀 别的心 我是想让你嫁给我 成建军的话平地惊雷 让小丽吃惊不已 但是成建军接下来有理有据的一番话 彻底打消了小丽对春明的幻想 并且打费了春明滤镜 成建军不仅本人彻底放弃了苏蒙 而且也让小丽认识到春明不是的踏实过日子 春明苏蒙两人的未来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至于小丽成建军会不会结婚 非小丽不娶的涛子德之消息 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咱们下回再聊